大家好,我是Jo 今天就带大家回到Workingham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跟大家介绍过一间 为了Workingham的三房单边排屋 我们就成功出租了 其实都很快可以出租了 我们租了给一个香港的家庭 通常出租了之后 当然我们就要做一些执留的工作 以及一些准备的功夫 今天我的工作最主要就是 回来检验一下这些执留工作做成如何 还有需要交铰匙给租客的朋友 因为这个朋友都很好 就会帮他在两个星期搬进去之前 就帮他添置一些家具 还有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中这个出租的过程 和一些小故事 都说一下我们找租客的时候 有什么会注意的地方 OK 我一事不二事 就去这个物业那里 大家看看好不好? 其实业主也很好 跟我们说 如果有什么需要执留 或者跟换的地方 都尽管去做 因为他都想租客住得舒舒服 上次我有提到 之前的业主 都拿走窗帘布 所以我们也加了窗帘布 首先来说 这个客厅 我就加了一个橄榄绿色的窗帘布 因为外面有个草地 我就想配搭 而且我这个窗帘布 我特别选择 你看到有些树的模型 配搭外面的草地 我觉得也挺漂亮 接着我来看大家看一下锤房 其实这家最实用的地方 就是锤房 不过有些可惜 上次其实我有拍到的 但是我们同事就忘了剪 和放在我上一条收楼片里 今天带大家来看这个漂亮的锤房 这个锤房 其实你看到 都相当之modern 还有我留意到 其实锤柜这款式 其实是这几年的款式 因为这几年都流行一些 是没有搭配的锤柜 还有这个锤房 我目测来说 大概有180呎左右 还有你看到后面这一部分 其实是一个扩建 是一个extension 大概扩建的范围 应该大概有差不多100呎左右 还有上面有个天窗 两边有两个窗 还有也有个门可以出去花园 它的彩光度是十足的 还有我们再看看 其实它的锤房的设计都不错 好像在这里就放了个 breakfast bar 就可以加了两张高椅 就可以早上匆忙的时候 在这里吃早餐 还有这里看到锤柜的配色 我觉得是相当之漂亮的 就是一个浅米啡色的锤柜 就配一个深啡色的worktop 我就想给你看一下 那个worktop 虽然是一个lemonadeworktop 但是它的手工 是相当做得不错的 这边其实 虽然lemonadeworktop 就不是贵料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边很滑的 没有披口的 正面来说 手工也做得不错的 还有我也挺喜欢这个锤柜 因为它是gloss的 我自己特别忠诚 是gloss的锤柜 因为我觉得是比较容易打理 清洁 还有我们看看 它这里设计得挺好的 铺满了锤柜 也是尽量用每一个寸的空间 比如好像这里来说 就有雪柜 下面就是冰柜 旁边它其实就是 这个小小的空间 它都放了一个酒架 可以放在红酒 你知道西人都喜欢喝酒 有这个位置 其实都是一个bonus 而且这里有两个double oven 上面也有一些 有些储物的空间 而且这里有电磁炉 上面有抽气线 但是这里 下面就是一些柜桶 可以看到 其实它有埋层格的 可以放在刀叉 也很好用 下面有两个很大的拉柜 而且是轻轻的 可以放很多东西 这东西很多女士都觉得很喜欢 可以放东西 这上面 譬如有一个设计的柜 可以放一些漂亮的 杯碟碟碟 而且这里来说 也有我最爱的 不是这边 就是洗碗碟机 而且这个洗碗碟机 我留意到牌子相当不错 是只有按键的 而且这边 特别有想介绍 就是有这个串的 角落柜 这个角落柜 就是一拉出来 这个技术不便宜 要三百多磅 只是这串的 所以这个厨柜 我相信 这个厨房也花费了不少 下面 柜下面也有个LED灯 这边来说 就有一个 在这个洗碗盘下面 就有这个洗衣机 那旁边也是一些 storage的柜桶 相当不错的 还有整间 这个厨房 就是做了这个 spotlight 另外一个角度 看看这个厨房 我相信 对于女士来说 这个厨房 都算是 算是一个 dream的厨房 是吧 那我们现在就 上楼上去看看 其实楼上 比较多些东西去收拾 首先来说是 Landing Landing 我们换了两个新的灯罩 还有来说 换了一个灯膽 看来光亮一点 和漂亮一点 还有 租给人最重要是安全 我们也在楼下 和楼上的Landing 都安了这个 Spoke Alarm 而Kitchen 就再加多个 Hitting Alarm 还有 楼上这里 也加多个 Carbonbonasa的Alarm 还有 因为之前是 业主自己住 他就没有加到 那么多Alarm 我们租给人 就一定要跟回 那个规例 所以我们也加回 这些需要的Alarm 在这间屋那里 还有我们也看看 这里来说 我们一起 这个Barrister 都油了 还有也是修补了 之前有一条裂缝 接着我们再进去 每一间房 这里首先就是 主人房 主人房 其实之前 没有灯罩 也没有窗帘布 现在我就加了 一个挺漂亮的窗帘布 很English style 有柔油 碎花 还有一个浅灰色的灯罩 其实挺漂亮的 这个 有些pattern 颜色灯 给大家看一下 浅灰色的 挺漂亮的 这里基本上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再去 第二间房 第二间房 最主要是灯罩 还有窗帘布 还有窗帘布 然后我今次就选了灰色 因为今年都很流行灰色 还有一个灰和米白色的窗帘布 挺漂亮的 它是有个好像 有很多铁结架 配方的图像 还有你会留意到 每一个窗台 我们都重新 灰色 磨了 然后再浓过去 每个窗台都浓过 那就更漂亮 然后我们就去 最后的房 最后的房 主要是加了一个 淺灰色的灯罩 还有一个深蓝色的窗帘布 那个圖片都挺漂亮的 可以看看 可能有男生房多一点 因为其中有个小朋友是男生 然后洗手间就变化比较大 这里来说之前 因为有几块砖都裂了 还有花灑好像很旧 还有生瘦 我们都建议业主换过去 他都很好 就决定换 还有后来我们查出来 后来师傅告诉我 其实原来这个是贵的 是Digital Sauer 一点都不便宜的 是600多磅 我们就换了前面的部分 不是全部换 因为它的电脑在Loft那里 是很好的 我们主要是换了些部分 其实这个Digital Sauer 其实相当好用的 很简单的 你按住这个按键 OK 这样就有了 冷热水就在那里转 然后一起关键 关键 这样水就会关键 OK 还有之前呢 因为这间洗手间虽然 都五藏俱全的 但是就比较小一点 所以我也建议就换了之前那个浴簾 就是那个浴簾 换了这个玻璃的 就是这个浴簾 就是这个浴簾的 就是这个浴簾 擋水 就比较美的 就是比较美的 甚至乎这个浴簾 这个浴簾 后面的这个浴簾 我们也是重新敏过 那就看起来 整个浴室 就是干净 明亮很多了 OK 那基本上呢 浴室就是这几样东西 就整个浴簾了 那我们就看完这间浴簾了 那我们就看完这间浴簾了 那最后呢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间浴簾的出租的故事 那其实你看到这间浴簾的 相当不错 很新正 有个漂亮的厨房 那天来说 拿了锁匙之后 就来到第一件事 当然要查一下有什么 整个浴簾了 做一个报告 跟着还有呢 就拍照 拍照 拍照 去一些各大的租簿的平台 好像Rightmove 啊 Supra 那其实呢 这个广告一出来 其实呢 我一日之内 就已经可以收到 22个查询了 那这个也不是夸张的 那我们其中呢 收到这些查询之后 当然就要筛选了 那都会问一下 你有多少人住啊 什么时候搬进来啊 和你说你的职业是什么 那其实知道他职业是什么 大概知道他是赚多少钱的 当中筛选了十组人在屋的 那天呢 就很热闹了 每人看十五至二十分钟 这样就看了十组客了 那当中来说 当然都大家要谈谈谈 要教他的人是什么 他的工作是什么 那大家都要谈谈谈 那其实最后呢 这间屋呢 就有差不多有五个offers 那我们就选了一些比较好的offers 就告诉业主听 其中有两个相当之不错的 有一个就是这个本地 已经在做了很长时间的事情 一些业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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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可以尽快就可以起租了 就是大概十天之后 那就可以起租了 那另外呢 就是一个香港家庭 那他也是 他就是经他朋友来租的 但是他朋友都非常之好 那都跟他 跟我们说 就是交代一下他这个租客的人 那家庭情况是怎么样 他做的工作 在香港做的工作是什么工作 那就是来到来说 找工作应该都很有机会的 还有呢 还有那个finance情况是怎么样 他都是给一年就给 一次过就给一年的租金 那OK 那我们就把它分析了之后 就 group 所有的资料 就给业主自己选 最后呢 其实业主选了香港家庭去租给他 那这个呢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都是一个refinance situation 那业主呢 就可以找到一个 他觉得理想的租客 还有来说 也都是个租金买务 也都相当不错 那算起来 都差不多有5.5厘来 那而租客来说呢 也都可以 找到他的理想的租客 那可以 就是由香港来英国那时候 就已经可以立刻入住了 那也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 例如reference track是怎么样 那其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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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呢 其实是要做reference check的 那譬如呢 reference check有几个东西 要去查呢 就是你的银行 就是看一下你的银行 有几个急 有开了几个户口 有没有外坏帐 有没有一些CCJ 有没有一些不好的银行记录 还有呢 那会是check你的工作 例如你的工作 在哪一家公司做事 position的东西 做了几久 还有来说最重要就是 你赚多少钱 那都会知道 你赚的钱 原来是够不够cover你的租金 对吧 接着呢 就是你的租屋的情况 之前的租屋情况 例如来说 你会问一个持续主 或者你租屋多久 还有你的租屋是多少钱 还有来说 租屋的时候 有没有说是 就是有没有余期監租 有没有得漏 都是一个reference来的 那其实呢 由香港 譬如是租屋来英国 其实就是 在这方面是 就有些困难的 因为其实你 如果你要做 有了我这样的reference 其实你起码来说 都要有会年的时间 但是在英国才有这个reference 就是有这个reference 可以create到 那所以就 所以就 我现在有一些些tips 就 例如有些香港的人 想过来租屋 因为你是 比较困难去做reference 那我就会建议 看中了之后 就尽快去出offer 还有来说 也都是要进取一些 可能就给 这个asker股股一点 还有来说 预先可以给到 一年的租金 可以吸引那个业主 那其实呢 这个呢 其实也都是 没办法 因为其实 英国来说 如果在家庭区别 事实上是很多 很大的竞争 如果大家 喜欢这条片的话 就希望你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们英私的影片 多谢各位 拜拜 我们在伦敦 曼城 利物浦 百明汉 提供全面的物业管理服务 也都有帮助海外的投资者 在英国置业 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whatsapp 或者是上我们的网站 或者电邮我们 去了解更多的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